使用怀胎,一朝分明,对于孕妈妈来说,怀孕生子,可以算是一次重生,因为她们的角色变了,责任多了,人也变得更加成熟了。 怀孕之后,大多数的孕妈妈都会比较注意自己的饮食和日常的行为和动作,一些不利于胎儿健康的事情也不会再做。 孕妈的睡眠问题也无法不可忽视的啊,怀孕后,幼稚的睡眠不但对孕妈的身体好,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也很重要。 据调查,对于特殊时期的孕妇来说,却总是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问题,怀孕后,很多孕妈妈还不是很了解孕妇的正确睡姿势那种,感觉睡觉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,所以容易造成孕期失眠,困意重重。 孕妇这些睡觉坏习惯,对自己喝胎儿都不好,看你中了几条,生气睡觉,西方有句俗话,永远不要带着怒气上床。 准妈妈怀孕之后,由于体内激素分泌发生了变化,会导致准妈妈的情绪出现波动,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发火,孕妈情绪多变,和孕期身体不适,体内激素变化有一定的关系。 准妈妈们还要努力自我调节,生着气入睡会对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影响,身体内脏系统也跟着受牵连,胎儿也会从中跟着多受罪,而且醒来后容易头疼,身体乏力。 所以,睡觉前与妈妈要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情绪,准妈开着空调睡觉,现在就要到了三浮天,天气越来越热,准妈妈怀孕之后,就成为医院人群。 所以,有一些妈妈在家里就会开着空调睡觉,到了晚上,空调也是直接开一个晚上,人在睡觉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较低,孕妇的毛孔比较疏松,容易受凉,感冒。 特别是在睡觉的时候,不能对着风扇口或空调口直吹,会伤到自己的身子,胎儿宝宝也会跟着顺苦道,最重要的是空调系统容易堆积灰尘,滋生霉菌生长满虫,如故而不及时的清理。 这些东西,就会随着准妈妈的呼吸进入体内,对准妈妈刺身和胎儿宝宝都是很不利的,夫妻面对面睡觉,其实怀孕期间是比较敏感的, 而且对于周围的空气要求,也是比较敏感的,但是这个时候,你们面对面睡,相对而且就把空间缩小了,而且彼此之间都是呼出了气体,然后更多的时候又进入了对方的呼吸周,其实这个是不好的,最好不要这样子,尤其是允机允妈咪肚子不断变大,面对面睡觉很容易误伤肚子,影响孕妇和胎儿的安全,枕头太高, 有的人睡觉的时候喜欢把枕头枕得特别高,其实这样不太好,这样的话不利于身体的健康,尤其是允妈妈,可能会出现身体不适,还有的人喜欢枕着胳膊,感觉特别的舒服, 其实这样的话,颈椎会不舒服的,容易引起上肢麻木及酸痛,还会使腹内压力升高,建议正常的枕头高度就可以了,如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,欢迎在下边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